蘋果秋季發表會新品即將問世 重頭戲就在鏡頭功能 新款iPhone13將有兩款超廣角相機支援自動對焦 主要供應鏈業者的大力光 6P鏡頭供應比重 渴望提高到70%至80% 此外蘋果Face ID今年從玻璃改為塑膠鏡頭組 挹注玉金光出貨 今年iPhone硬體升級 帶動台積電紅准彈訓點供應鏈營運表現 所以這個部分的鏡頭規格的持續升級 仍然是帶動 一場出貨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現在蘋果採用的是這個全系列的一個5G的一個機種 那今年呢 在毫米波的這個機種上面的比重 可能會有進一步的一個提升 所以也帶動了相關的一個天線軟板 還有AIP載板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出貨 這名分析師郭明琦更爆料 明年度2022年版本的iPhone共計四款 搭載6.1吋與6.7吋顯示器 大尺寸Make版本要價900美元 更親民 蘋果也將首度端出自家的螢幕下指紋辨識技術 在一起當下手機解鎖使用更方便 不過專家指出手機產業走向高原期 出貨年增長5%到10% 就已經算是不錯成績 我們覺得還是會對於整個銷售量會是一個比較正面看待的 但只是這個成長的力道可能也受限於現在整個手機市場的一個飽和 所以可以看來到蘋果供應鏈的廠商現在也不在就是單一的過於著重在 依賴這個手機應用的一個訂單 反而是會想要積極的去開拓手機以外的一個可能性 外資券商報告指出2021到2022年蘋果出貨量2.3到2.4億支 主要來自手機成長能見度較佳 生態優勢帶動消費者換機需求 近期蘋果端出M1晶片設計的筆電平板裝置 也傳出有意切入電動車市場 都成為台灣電子業關注重點 現在已經是我們一同台灣特別報導